园区带旺高雄房价 木带一字头 总股如快卡位 去年台积电宣布在男子设厂 中央也预计在亚洲新湾区 5年投入110亿元 建制亚湾5GALOT创新园区 另占地1.6万平全台最大都根特茂3 招商成功将引入近800亿元投资 当建设力多不断 也造就市区房价飙涨 钢蛋黄越来越贵 人们就越会往外圈移动 过去高雄市郊新屋都是一字头房价 然而去年房价出现暴涨 房价将全面占稳二字头 成交航期 这波新屋房价出现大幅上扬 除了反映地价与云建成本 再来是因建设力多 导致建商卖的是 未来建设完工后的未来价 如男子因为台积电的效应 新屋房价将占上三字头 而当新屋房价出现暴涨 若能趁势卡位中古屋 未来房屋补掌空间仍有机会 目前市区精华地段中古屋 如农石榴 美术馆 汉神巨蛋文化中心 亚洲新湾区等 屋林15年内房屋已全面成交二字头 若想卡位一字头房价区 只能选购郊区 而北从岗山 南至小港陵园等 均有不少大型建设力多 未来若建设完工 即便中古屋房价也会出现大幅上扬 台积电将设厂南至高雄令有厂就职 令高市府将在桥头设置桥头科学园区 人武则设置人武产业园区 当高科技厂商进驻施交 已成未来建设主轴 区断房价也已蠢蠢欲动 而乔富建金统计 桥头男子及人武三区 屋林10-20年中古屋房价发现 三区房价分别为15.1 15.5 及13.6万元 与今年新岸房价挑战 单平26万元以上 有单平10万元以上价差 近年来建设密集的岗山 未来捷运岗山路足延伸线 将增舍起出车站 全长13.08公里 总建设经费约216亿元 工程在今年1月已动工 预计2027年底完工 乔富建金统计 岗山区去年屋林10-20年 中古屋房价每平13.8万元 与目前屋林两个内新屋 每平房价20.2万元 由着单平6万元以上价差 而岗山未来还有达力建设 乐购站前广场 将于今年上半年完工 并被视为岗山板农16特区的 87期重画区 目前地价已出现 单平最高72.8万元航清 岗山未来新屋房价 每平至少25万元起 甚至挑战三字头 在小岗跟林允的房价 长期偏低 过去的新城屋都是一字头 然而随着地价跟营建成本 越来越高 所以新屋我们开始有看到 占文二字头的成交价 那去段的中古屋的屋龄 如果说在10年到20年的产品呢 每平的成交单价呢 能低于单平大概有15万左右 四交二环的低基级呢 中古屋 目前的房价还没有看到有暴涨 不过呢 区段的交通跟产业园区的建设 成为房价具保值跟抗叠的依据 民众如果有卡位的话呢 未来能够享有增值的几率比较高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